最近你是我的城池盈磊正在热音 白金田为了宣传官具也是频频营业 白金田本人长得非常帅气 但他的幽默机制 网友戏称沙雕总能更生一丑 他的社交动态和网络留言 总能让人觉得妙趣横生 是网友们的快乐源泉 近来饭圈粉丝常常在偶像账号下留言老公老婆 很多明星选择不予理会 但白金田却没有放任不管 而是选择幽默的回应 3月27日 白金田更新动态分享晒涨 果然又有铁粉留言老公 这一次白金田之间贴了大段文字 内容是醒酒的方法 这样太搞笑了吧 意思就是网友喝多了 就在前一天26日 同样有网友留言老公 白金田已经应和回应过了 他反问对方 你礼貌吗 对另一个叫老公的网友 他则回应道 是不是我代言花生米 你才肯吃两粒 这句话借用的则是网络流行语 但凡就几粒花生米 你也不能醉成这样 意思就是你喝多了 喜欢就定月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